不忍耐才不住心 一个人的本性就是心田 实际上是永恒快乐的 那么怎么样来让你的本性永恒快乐呢 你们谁讲得出来 洪先生非常快乐 他用什么来让他快乐的呢 永恒快乐的本性来自于忍耐啊 你们觉得洪先生忍耐不忍耐 人家讲他好讲他不好 他都是哈哈没有没有 他能够忍耐 他才永恒的快乐 你说说看 不能忍耐是不是不快乐了 一生气还能快乐吗 一嫉妒人家还能快乐吗 能够忍耐就快乐了 人家讲他 骂他 说他 他不动气 他能够忍耐 他很开心 他以为人家没讲过他 钱丢了 嘻嘻 丢了就丢了 有一个网友说 过去 他要是掉一点钱 可不得了 这次 他的iPhone手机 刚刚充值就掉了 他现在 心中怎么想的啊 他想 说不定那个人 比我还穷 还着急 他想打打电话 就让他打吧 只要他快乐 我也很快乐 学成了吧 你们都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就是菩萨吧 忍耐不是最高境界 这就是洪先生 要往上修的原因 你能忍耐 并不代表你有境界 你有忍耐 说不定 在你忍耐完之后 你又在背后说 这个混蛋 听得懂吗 你要能够化解掉 要安住 无生无灭之心啊 就是说 我这个心本来 就没有生出来 我也不在乎 它灭掉 你骂我的话 我没有生出 这个恨你的心 我哪来的 要忍耐啊 我根本不觉得难过 我哪来的 要不难过呢 师父今天讲了 宋先生 宋先生觉得 师父是为我好 没有骂我 我哪来的 说要忍耐呢 你不需要忍耐 因为你无生了 你哪来的灭 你根本没有 生出那种 不开心的心 你为什么要 灭掉它呢 我根本没有 去恨人家的心 我为什么要克制 要忍耐啊 叫 无生无灭之心 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在忍辱了 我已经在忍耐了 你还要搞我啊 砰 爆发了 要记住 不要以为我已经在忍辱了 我天天在家里 你欺负我 我因为在学佛 我在忍耐啊 我在忍辱啊 我不学佛的话 我早就爆发了 要心中 不生怨恨 有什么怨可以恨的啊 怨 也是因果 你的孩子 把你弃成这个样子 不就是讨债贵吗 自己孩子 有什么可以讲啊 要无生罚人 也就是说 不要生出那种忍耐的心 因为我根本不会生气 我不会嫉妒 我根本不记人家愁的 无所谓的 我不丢脸 我脸不红 我也用不着 再把脸慢慢地化开 很多人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人家一句话 砰 脸就红起来了 对不起 这个人就是根本没有学佛的人 资深的外交家 人家问他什么话 他根本脸不变色 心不跳啊 人家就是有这个忍耐心 为什么有些人一碰就跳呢 你们在家里有没有啊 一个动作 他是针对我的 马上就跳起来了 人家一句话 明明没有针对他 他一听 马上又跳起来了 师父讲话都要生气 那你还有救啊 所以 师父叫你们心中 不要去怨恨众生 人家是众生 就是你帮助的人 举个简单例子 让你到托儿所 去帮助那些小孩子 那些小孩子 很调皮的话 你说你能够怨恨他们吗 你一恨他 这个小孩子最讨厌 你回到家跟老公吃饭时 还在说这事情 那个小孩子回到家 又蹦又跳的玩 早就把刚才 早就把刚才 气你这个老师的事忘记了 你说 你这种怨恨 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所以忍耐的最高境界 就是不必忍 没有必要去忍耐 师父过去 讲宋先生一句话 宋先生 脸会红的 难为情啊 还有很多人 师父讲你们徒弟 一句话 左解释 右解释 不买账啊 有什么好解释的 师父都不能讲你们了 没有解释 也不用去忍 师父讲你们 是为你们好 就像你们跟孩子讲话 是不是为了孩子好啊 那孩子说 妈妈 你讲了我 我不会生气发脾气的 我忍耐 妈妈说 你多吃点啊 好 妈妈 我忍耐 你多穿点衣服啊 好 妈妈 我忍耐了 听你讲了 我就多穿一件了 师父讲你们 不是跟长辈讲你们一样吗 有什么要忍耐的 要安住心 就不必忍耐 要把自己的心放平啊 我已经很好了 我已经在人间 平安地生活着 我已经得到这个法门了 我有家 我也有些钱 我不会睡在马路上 看看那些 睡在马路上的老人 流浪汉 我很好啦 根本无所谓忍耐 不要忍耐啊 实际上 社会上的很多事情 都是无所谓的 不要老想着 我要忍耐 忍 已经是不对了 已经是精神上出毛病了 我一直忍到今天 出毛病了 永远有一天 夫妻会吵架 我天天忍耐你 我不能忍耐了 总有一天 会不能忍耐 只要你有忍耐这两个字 你就会有 不能忍耐的那一天 要离开一切境界 就会得到自在 要离开世界上 所有一切的境界啊 就是说 你不要看到这个事情 我生气 境界是什么意思 就是看到这个事情啊 很多人 眼睛一看到这个事情 会不开心的 这个碗 为什么会放在那里啊 马阿姨很可爱 她只要一进入厨房 这个境界 你们怎么把碗 放在这里啊 这个人又不喜 冰箱开过几次了 她都知道 这个东西 本来放在这里的 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 她又知道了 她一到了这个境界 就不舒服了 她又不能讲 要忍耐 等到某一天 师父要大家把厨房 弄干净点 马阿姨就要说了 我早就讲过了 一个月 我都忍着呢 好了 忍耐总有爆发的一天 对不对 所以不要忍 要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 不忍耐 你就得到自在了 放下一切 要把什么东西都放下 好好听着这句话 一切相处 补助心 就是说 你对所有的事情 对所有的人 你跟他相处之后 你不要往心里去 菩萨的话 多精辟啊 不住心 就是不要把任何事情 人酱菜是师父吃的 你们不能吃 但是 人家一吃了 一碰了 马阿姨就觉得 你们对师父不尊敬 不好 然后 他的心 实际上 就被这瓶酱菜 锁住了 师父叫你们 无所住心啊 就是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把你们的心留住 你才自在 看见人家不开心了 看见这个人讨厌了 你就把这个心 留在他身上了 一看见这个孩子 就操心 你的心 不就到这个孩子 身上去了吗 心无所属 就是说 我的心 没有属于某一个人 我的心 没有属于某一件事情 所以我的心 才自在啊 你小马的心 现在属于儿子 儿子好 你开心 儿子不好 你发脾气 对不对 你的心 所属于 你儿子了 所以人家 为什么弄一个人的话 就抓他的弱点啊 因为他的心 有所属啊 无所住上 儿子的心 要学会 心无所属 实际上 就是 得到解脱 你儿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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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